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9年4月16号星期二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商品 这是最近网络上 非常热门讨论的一个商品 富邦VIX代号是00677U 那不管是网络上的网友 甚至我在昨天的一个同业的一个节目呢 也看到他要建议会员朋友 长期去买这样的一个ETF 如果说你是我忠实观众 我们在2018年7月19号的YouTube节目 就跟大家报告了 ETF只要他是反向放空的 不管是T50反 或者是你看到什么护身正二 大陆做多的这种正二两倍三倍的这样的 只要是有倍数的或者是反向放空的 这样的一个ETF的内容商品 他都是用期货去包装的 所以只要是用期货去包装 有杠杆倍数这些商品 他都不适合去做一个长期持有 因为他只适合去堵一个短线的波动 所以你现在看空台股 你现在看空美股 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 去长期去摊贫买这样的公司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的融资 这个公司他只是堵一个短线的波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富方V10的周线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地方 是不是有跟大家报告 你看在二月份在这里 去年2018年二月有出现一个股灾 他短线喷一下 那这个喷一下你就该走了 如果你长期看空 你一直去摊平一直去摊平 好那你看一下在去年的十月份有发生股灾 是不是再喷一次 但是你会发现 当时的台股有跌破一万点 但是在这里没有跌破一万点 可是富方V10没有再过高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懂这个商品 甚至这个同业的老师 他说要带你长期去买这样的商品 其实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对商品不了解 还来推荐给投资朋友的 如果说你是他的会员 请你尽快离开他 这个放空操作风险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是死多头 而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行情到现在没有败向 还没有任何败向 虽然有出现减码讯号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有待会没有减码 但是呢他没有败向 没有败向的话你去放空 你就是去拆头部 下来带你去摸底部 这位知名的老师在这里 翻多结果股市往下崩盘 在这里又跟你翻空 那就是看大盘在做股票嘛 那这样的老师跟散户有什么差别 所以投资朋友你自己去省思一下 关于这个行情 我们在4月14号周六的影片 跟大家讲很清楚 摩台金融 这个结构台股结构怎么样 对多方有利 那市场上没有信心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跟大家讲 市场没有信心 卖压比都高 包括这两天都是一样 所以市场上的人都在做短线 而且都是站在卖方 想要去获利调节 那你去想想看 当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卖都卖不下去 那你更要逆向思考 在去年索罗斯 这是金融大二 那为什么他做空赔很多钱 因为就是空太早 所以没有拜向的时候 你不要去拆头部 你也不要去摸底部 现在策略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档数控制少少的集中操作 找低估成涨股去做 这个趋势环境对多方还是有利的 所以结论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你需要的是一个趋势 而不是看解大盘的节目 看了大盘跟你讲 哪边可能是转折要先蹲后跳 这样去干扰你操作有什么意义呢 2月中旬我就跟大家讲 做多方向不便 5G跟电动车 我今天节目会跟大家验证一些 我们5G电动车股票的一些选择跟操作 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4月16号下午3点半的新闻 提到电动车的渗透率 2019年是5.5% 到2023年会提升至13-15% 我在2月中旬的这个影片 跟大家讲电动车的渗透率 就跟大家讲这渗透率很低 将来的成长性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看好今年的产业 5G电动车相关的股票投资组合 我都放在我的一个会员专区的投资组合 我会员朋友都很清楚 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档股票 3491的森达科 我们的会员都在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要控制档数就是真的 GEO会员这一组的会员 目前手楼上剩三档股票 其中一档就是森达科 另外两档你在后段你会知道 我们布局的哪两档 3491的森达科今天收盘是今年的新高 但是股性稍微比较慢一点点 但是等待绝对是值得的 你对5G一定要够了解 因为5G他要用到毫米波的技术 森达科就是做毫米波天线 而且技术是比较领先的 1月3号在这里请会员朋友 70几块在这里就去做布局 中间都有陆续去布局 新加入会员朋友我们都有请你去买 包括封关1月30号请会员朋友80块 79块半以下去买进 都有穿价的 到3月份新加入会员 都有请会员朋友 在80块附近81块 其实都有去做布局 那这家公司呢明天要开法说 那我这边跟忠实官朋友讲 你验证就好 今天你不要去追 因为这个股票来讲的话 他股本5亿元不是很大 如果你不知道目标价 你也不懂了执行控管 我没有建议你去买 那你就验证就可以了 这公司的目标价我会员很清楚 那5区电动车双主流 这是高价会员的持股 3月份的节目27号跟大家讲的 有讯号 3月27号代会没有买 震荡拉回29号都有在买 那在4月2号大涨已经过了年限 那这些股票都是在盘中操作的 所以你盘后看我们这些股票上去 对于你没有帮助 你去拆股票也没有帮助 因为你不知道目标价 那这家公司今天是收盘新高 有赖的好朋友提到说 我们最近为什么没有讲这张股票 我们每天的节目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 一一去报告我们的股票 同时呢这也是会员的权益 那今天是收盘新高 今天盘中也是有讯号的 所以假设你是看我们节目 对这股票有兴趣 你参加好会员这段时间 整理的过程当中 在今天转强盘中你就知道 今天你就可以上车 甚至押回到我们前面布局的点 都可以去做上车 那这股票的空间 我会员就很清楚了 此股是续报的 透过系统的依据你会知道 在开空盘这个地方的台郡 在80块附近做转强 2月15号大涨工涨停 所以我们在3月初开始 再会没有去做布局 89块以下去做买进 包括3月25号的抠讯给大家看过 89块以下去做买进 都有穿价到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都是几乎是建议 会有没有在90块以下 去做台郡的布局 那我们在3月29号节目 跟大家做公开的 当时的收盘价是92块8 你都有机会去做一个布局 我们3月份打回来 只要破90块 我们都有建议会有没有进场 去做一些承接 那你为什么会需要老师呢 4月1号在这个位置 当天的台股震荡很大 那涨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知道台郡这中间 12点半过后的这一波的急杀 你一定会担心 因为快杀回平盘了 这个就是你需要老师带的原因 当天的节目 我是告诉你长完了吗 你不知道目标价 你当然会认为很担心很害怕 赶快卖掉嘛 所以在当天的节目 我是告诉你 散户是又贪又怕 看到黑影就开枪 看到震荡就赶快卖 同时在当天我也跟大家报告 台湾的投资人是地表最聪明的 在这里只要放量 然后开高走低 就认为是高点 然后赶快卖股票 当时的加权指数在10600多点 但是今天已经是10900多点了 所以你还在看指数做股票吗 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请你要相信科学 关键在操作 为什么这段行情 我们会跟大家做坚持 因为我们透过工具 告诉我们这个产业 这个筹码结构 就是在对多方有利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买软体 帮自己选股 为什么盘中不会赚钱 因为你还缺少盘中的工具这一块 那透过产业面选股 才能真正帮你赚大钱 如同前面跟你讲的 5G电动车 昨天盘中是97块8 我请会员朋友设定移动停力 持股跟加码单都是获利续报的 到今天的盘中 台郡已经上100块了 所以在这里担心你害怕你卖掉 在这里有个爆量的黑K棒你卖掉 今天收盘是新高价的 这两天的节目也开始 越来越多同业老师认同台郡 开始进场帮我们的会员朋友抬轿 那我在跟大家讲 我没有建议你去追高 这股票我们当然看好 但是它的目标在哪里 你有目标叫你才真的抱得住 那LINE的好朋友在这里知道的 你都有机会在92、93块附近去布取 到今天你都赚了10% 尽快加入我们LINE的好朋友 我们在3月31号的那一天 跟大家预告洪家军 4月1号隔天洪海工涨停 为什么我们会在洪海涨停板之前 跟你预告洪家军有机会 今天的新闻热门就是讨论 郭台铭董事长要不要选总统 你是我赖好的朋友 你在半个月前你就知道了 洪家军我们当时邀请了两档股票 一档是4958的真顶 一档是6451的讯星KY 郭董好认真 跟郭董有雄心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为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到起帐点的股票 这些都是透过工具帮助我们的 真顶今天开高走低 讯星的部分 最近创高之后做拉回 有目标价你才知道高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档股票的表现 4958的真顶 今天创高到115.5在这里 开高走低 现在的真顶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你持有真顶的 务必要来做了解 包括6451的讯星也是一样 今天收涨上来 他向上的空间有多少 这里是不是买点 这里呢 我还是维持最近这三天跟大家讲的观念 投资朋友你现在还要维持散户的做法吗 就是看新闻去追股票 或许可以让你赚到一根两根 但是这个短视净利的操作方法 不见得是能够让你在股市里面赚大钱的 我们在去年11月份就整理给会员的投资组合 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整理 而且每周会更新 我们看好了哪些股票 然后价位设定 以及目标价都让会员朋友非常清楚 同心店 瑞玉 细创 星星这些公司 在去年11月整理的 11月份到这个12月份跟大家公开验证 不管是细创或是瑞玉 你可以陆续去验证这些公司 3037的星星 创高到39块多 去年12月11月份在这里 有没有人跟你讲 包括像这个2379的瑞玉 在这里11月份在这里 120 130知道有多好 创高到203 包括8016的细创 最近的电视节目 有很多人在跟你做推荐 但是股价开始涨不动了 那为什么在90块在这里 没有人跟你讲 所以你看这些新闻媒体 你永远都是去做最高的动作 这样的方式当然是不会赚钱 开用盘之后跟大家分享的联发科 当时股价在257块这个位置 4977的仲打 也在当天节目跟大家讲的 你看节目的是92块半知道 那赖的好朋友在85块附近就知道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到上周五的走势 仲打创高到111.5 联发科创高到304.5 这些股票都是5G向上的产业 在空间还没有反应之前 介绍给我们的会员 同时带老朋友做分享的 所以你必须要操作一个向上的产业 而不是看指数在做股票 联发科今天收盘已经300块钱了 那4977的仲打呢 也维持在100块以上 那这些公司的目标价 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跟了解 所以我不断的跟观众朋友强调 你不要看新闻去追股票 你容易追在高点 3月19号你看到COF 基板缺料 齐邦逸华店股价冲高 那你看这些新闻容易追在高点 那我们会员朋友逸华店 在2月底的投资组合 就知道所谓的逸华店 后续拉涨上来 那在上周五的节目 他打到跌停板 我们跟大家讲 大股东申报转让 请你有易华店的可以来找我们 你有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服务人都有回复你 昨天早上今天又跌回来 那到底该买还是该卖呢 那包括6147的齐邦 你看新闻在这里 3月中旬是不是会追在高点 追完之后马上跌下来 这个就是散户看新闻做股票的一个通病 亚光在3月17号 整理给会员的投资组合 3月19号 会员已经告诉会员没有亚光 当时盘中 股价还在80块以下的亚光 创高到103.5 最近做拉回 今天又跌破了月线 有亚光的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了解他的后事 所以看节目 我们跟大家报告 你要如何去分辨 很多的同业节目 他都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涨停板 节目绩效 带会员没有去追涨停 那不对的就频繁换股 包括像这个抠讯教大家如何分辨 开盘9点不到30秒 可以发了35通的抠讯 代表他设了好几组的会员 甚至里面根本没有会员 只要开盘股票大涨 强势的股票 然后他就发讯息仅会员没有买进 那收盘呢就告诉你 他一开盘都带会员没有买 他知道了什么第一手的消息 这个就是表演 在9点19分已经发到63通抠讯了 非常的厉害 平均不到1分钟可以发1通抠讯 打字都没有这么快 所以你参加到这种做假讯息的 就是一场空 你一定要能够领先市场 在去年9月8号 会员跟会员没有推荐的 3653的建策 当时股价80几块钱 4927的泰鼎 这些公司在去年7月份推荐给会员 当时股价25块钱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公司后面的表现 3653的建策 上周创高到133 80几块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 4927的泰鼎 昨天工涨停创新高 51块9 那为什么25块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 这个就是领先市场的重要性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报告 这是我们会员朋友给我们的回馈 他提到说老师对产业解读 领先各大主要媒体接近两个月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研究方式才可以领先市场 你才可以提前去做卡位 领先市场去找出好的股票 你认同这样操作的 欢迎你可以跟上我们 所以请你相信科学 关键在操作 产业面选股 才能够真正帮你赚大钱 多头市场为什么你没办法赚到钱 包括最近有知名老师翻空 甚至有博士的也翻空 操作股票跟学历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有依据 我们提供独家数据告诉大家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 台股在多方 这个结构在多方越来越强劲 如果说你喜欢影片 欢迎在YouTube上面点选订阅我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点选闹钟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同时帮我按赞按分享 帮助你更多朋友了解股市正确的操作观念 下半场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操作 4月8号跟大家讲复制雅光模式 第三棒 其又会没有4月1号买进 在4月8号节目他拉高上来跟大家讲 当天4月8号待会没有做加码 那后续在4月10号节目跟大家公开 这张股票就是8069的元泰 那这股票9号喷出10号创高 昨天节目也跟大家讲 这股票我们没有看坏 你持有元泰的你必须了解他的目标价 今天涨上来收黑黑帮他没有过高 那向上到底还有多少空间 包括陆续跟你邀请的 4月6号跟你讲这张股票 股价二字头目标四字头 底部进场有价有量 我请会员朋友分五笔去买 在4月15号昨天已经买第四笔 我跟大家报告这张股票的目前价格在法人成本附近 昨天是亮说的 我建议会员朋友一定要去考虑这张股票 什么题材 本业成长加上什么题材 股票评价已经偏低了 二字头到四字头空间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不晓得该买什么股票 这张股票你可以考虑的 今天也还没有动哦 上周六4月13号跟大家邀请的第二棒集团加值 股价低估 昨天已经在会员买第一笔 昨天收高今天也是涨的 你想布局这些股票都还有空间 都还有机会做上车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强调这张股票 电动车概念股 法人狂卖它一两个月 但是股票卖不下去足底 营收非常不错 法人基本上已经是卖错了 有机会认错回补 这张股票价格清明 目标是一倍 4月10号的节目跟大家讲的 10号在这里有讯号 我们会员已经做布局了 16号的今天的盘中10点半 LINE AT好朋友都有收到这份资料 跟大家讲 这张股票在今天做转强已经快发动 在今天的收盘你可以看一下 比我们盘中发了之后还要更高 如果你有相信我们你有打电话进来的 这张股票今天已经正式出量做发动了 空间目标我们估是一倍 空间蛮大的 那公司派它做多的企图非常的明显 今天股价发动第一根 而且也工上了年限 所以我们会员朋友今天都是非常开心的 持股跟加码单都是获利续报的 那既然它有这么大的空间 拉回其实都有机会做上车 这张股票已经压不住了 所以你对于这张股票有兴趣的 请你赶快跟助理联络 我们的电动车前面跟你的分析也讲过了 未来的渗透率是几乎是翻倍的 那这家公司呢是重要零组件 所以邀请投资朋友 包括公司派的做多意图这么明显 你一定要跟上 把电话拨通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看我影片下方的地方有箭头 点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这个连结点引进去后 右边表单正确的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今天的最新的会影音 或者是来打电话进来了解这张股票 那敬请明天跟着我们一起布局 明天都还有上车的机会 好感谢你的收看谢谢